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孫文,歡迎收看三分鐘時評 今天怎麼提五個字 大媽撒轉軚 好了,先說一下市 今天市都算是反復 低了之後曾經跌超過200點 不過其後就倒升過 但最後,升幅守不住 全日跌44點 收26,331點 成交784億 都不多 今天市能夠一度倒升 騰訊既一工 重新300元,升2%左右 加上內地金融股 國際金融股匯豐 都有些進漲,令市一度倒升 只不過 包括石油股 有些弱勢,拖的市落回去 其中跌得比較多 就是中國海人石油,跌2% 令市最後少跌44點 收市 好了,說回整個市的形勢 今天市雖然跌44點 但走勢都算不錯 原因是有壞消息入市 壞消息來自哪裏呢? 又是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接受華裔街日報 訪問說 計劃提高 2000億元的中國進口 產品的關稅 還說威脅如果 今個星期尾 在阿根廷舉行的G20峰會 不能夠達成協議 即中美雙方不能夠 談得到 就會對餘下的中國產品 即2670億美元左右的中國產品 徵收關稅 可能10%至25% 他就說 10%機會大些 美國人很容易消化 不會影響到美國人 產品包括iPhone、Laptop等 消息一出 當然令市 早轉一到下跌200點的原因 大市後來下跌後 就沒事 大致就OK 少跌44點 這理解為 市底轉強 為什麼市底轉強 第一個原因就是 怎麼提到這個字 大MASA轉軚 因為近日很多大MASA 即是大戶 基金等 轉軚 看回港股 以至中國股市 包括高盛 包括大摩 大摩的說法就是 明年來講 估計有機會 港股反彈到28000點 最牛的狀況 更加可以到3168點 原因就是 股值已經吸引 大摩的說法 股值吸引之餘 新興市場 普遍都看好 連續調高兩級 新興市場的評級 中港股市 都算是新興市場 所以受惠 就看好中港股市 特別是港股 覺得正 很漂亮 與此同時 除了大戶 一些大證券行 看好港股 支持的市 今天靠運之外 基金 陸陸陸陸陸陸出來 唱好故事 以至有行動 增持 其中一種 就是野村旗下 野村環球股票基金 就出來說 預計中國經濟 在貨幣政策 以及財政政策 的支持下 有機會明年做好些 特別是中國企業 預期中國企業的盈利 有望在明年下半年反彈 已經大手賣股 包括賣了騰訊 因為騰訊這隻股份 其實它的業務都可以 跌得夠 WeChat的業務都可以 買騰訊之餘 整個組合中的股票 都去到20% 佔比重 反而減持美國的股票 特別是科技股 說股值太貴 這個基金 雖然管的錢不算多 但今年表現是不錯的 跑贏 根據彭博的資料 是跑贏同業 90码同業都不夠 換言之 算是今年的贏家 贏家看好 兩個大行又看好 所以對港股 是構成的支持 加上第二個動力是甚麼呢 就是聯儲局的情況 聯儲局 上星期節目都提過 近來通通慢慢慢慢 由鷹轉去夾 而市場人士越來越相信 聯儲局會轉向夾些 換言之 貨幣政策 收緊的力度和速度 就沒有預期這麼快 之前預期12月就加緊 現在雖然加的機會都極大 但去到比率已經去到70%左右 都不是百分百加緊 和之前會議的看法 譬如9月份的會議看法 是有點不同 明年的看法 之前估計是三至五次 現在是去到一至三次 很多人都預期在明年 上半年可能 聯儲局加息的週期就完結 換言之 看得聯儲局比較合格 為甚麼是這樣的 跟近來你們的口風轉了有關 譬如鮑威爾又提到 究竟爭掌放緩 要注視緊 諸如此類 加上其他因素 例如金融狀況 就可以收縮了 明顯金融狀況 意思就是股票市場下跌了 其中的重要元素 加上美國經濟近來出數據 又不是很帥 樓市就不是很多碰檔 所以大家估計聯儲局明年的加息部分 沒有早前 特別是9月10月的時候 估計這麼快這麼多 這個當然對香港這個所謂的食口敏感的股市 是有幫助 所以兩大元素就令到港股市場轉強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估計 接下來這兩天 可能都是繼續維持今天大致情況 今天大致情況如何 下市50天線 找到支持 上市前浪頂阻力 看到這個了 綠色箭咀 上市前浪頂阻力回吐 無法穿到 所以接下來一兩天 都會估計在這兩個位置上浪 原因是 第一星期四 就白威爾說話 大家一定會聽到怎麼說 看看證實一下 是否真的這麼夾呢 或者是之前說的話 說一句 東一句西一句 令到大家混淆了大家的視聽 或者好像 類似以前 甲林斯潘那樣 有時唱歌 可能唱膽 令大家無所釋從 會不會這樣 大家需要注意事主 星期四 第二個注意事主 當然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這個月底 至舉行的G20會議 究竟 習特會談些甚麼出來 有沒有協滅 大家都注意事主 在這個之前 估計都是 剛才兩個位置上落 五十天線 和前浪頂座力前 上上落落 整天的關係 跟分析 大家知道那麼多 多謝大家